公車斜靠在路樹旁 擋風玻璃碎裂成蜘蛛網撞 疲勞駕駛肆勢平傳 台北市勞動局從6月開始 也針對市區駕駛啟動勞檢 查出有12家業者33項違規 不過卻被議員周伯雅報書 一件都沒有開罰 質疑是否是刻意縱容 而攤開勞檢項目 最多業者違法的就是超時工作 另外也有6家 連續工作4小時後 沒有給予30分鐘休息 再來就是休息日 為全額給付加班費 目前已經開出了 兩家的一個罰單 它有違反的次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已經開出了 70萬的罰環 那其他的部分目前等 陳述意見期滿 我們就會依法來開罰 勞動局則搬出數據 說修法後到107年6月底 已經檢查了53場 開罰469萬元 只要有檢局 或有違反的一個 嚴重的狀況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複查的機制 公車業專案檢查 我們會持續到年底 承諾只要既定的行政流程跑完 開罰不會手軟 不過司機人口老化 心血進不來 人力調度困難 過勞依舊難解 慢慢老化人家是要退休 你要讓年輕人願意投入 願意投入就要多一點錢 我覺得政府撥一點預算 都沒有問題 幫他們加點薪水 點名要替司機加薪 吸引人才 就盼政府帶頭 緩解問獎的過勞生態 東三餐新聞 零零如無聰 台北報導 illusions 中共你看他人在賣? 豆腐